俄乌冲突爆发后,美国利用乌克兰问题联合欧洲盟友共同打压俄罗斯,而在东亚的日本也利用这一话题不断突破和平宪法。 近日,岸田文雄称,修宪已势在必行,自卫队必须纳入宪法第九条,也就是放开宣战和动武权。 此外,他还发生要求安理会改革必须重建新的世界秩序。 日本这次丝毫不掩饰自身野心,想要通过俄乌问题,不但要彻底实现军事松绑,而且还想在国际上谋求大国地位。 日本宪法之所以被称为和平宪法,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第九条明确规定,日本不能拥有主动宣战权。 而岸田文雄这次推进修宪,就是要让日本从法理上获得主动攻击他国的权利。 现在的日本,除了没有原子弹外,在常规力量方面已经属于亚洲前列。 一旦日本真的完成松绑,必定会引起东亚格局的变动。 其实早在2007年,安倍就曾提出国要修宪,他的继任者也都继承了这一政治愿望。 随着日本右翼势力的崛起,日本修宪的欲望越来越强烈。 要想完成修宪,必须要得到国会三分之二的议员,以及半数国民的同意。 现在日本国内右翼所占席位,已经完全达到修宪条件,所以岸田文雄便借着这次俄乌冲突, 美国大概率会支持日本自我松绑的机会,积极推动修宪进程。 但不见得民众会同意,根据此前共同社民调显示,日本半数以上的民众并不支持政府修宪的提议。 虽然修改宪法第九条可能面临困难,但实质上日本这些年,在跟随美国干涉地区安全问题时,已经暗中为自己进行松绑。 比如说上个世纪,日本利用半岛问题,通过了周边事态法,随后一步步松绑,在中东战事中为美军提供后勤支援,直至2015年正式解除集体自卫权。 美国一直默许日本的做法,因为这更符合美国的利益。 在美国看来,日本就是自己围堵中俄的一颗棋子,这颗棋子的力量越大,对自己越有利。 在这次俄乌冲突中,日本低调地给乌克兰送去了防弹衣,然后借此再次修改了武器出口的线令。 日本从以前不能为主于国际争端的国家提供任何武器,到现在改变为能够提供防御性武器。 此外,日本还接受了不少来自美国的攻击性武器。 从实际军事实力来看,日本已经具备侵略他国的能力,只是要对外发动战争,需要通过宪法授权,而日本目前正在修改宪法中的这一限制。 一旦日本突破和平宪法,未来很有可能会跟着美国在全世界捣乱,并借机壮大自己。 军国主义正在复辟,我们必须提高警惕。 除了要让自己成为正常国家外,日本还想在国际上谋求更高的政治地位。 日本已经不止一次附和土耳其,要求安理会进行改革。 这次更是借着俄乌冲突,指责俄罗斯违反宪章,要求对武昌的一票否决权进行改革。 现如今,联合国秩序确实已经遭到巨大挑战,但日本打俄罗斯说事,则属于刻意针对。 美国入侵伊拉克期间,日本政府表态支持,现在换个对象,日本却换了套说辞。 现有的世界秩序,是以联合国武昌为主导的安全秩序。 岸田文雄称要建立新的世界秩序,那日本必须得有实力颠覆现行秩序,挑翻美国全球霸主地位。 另外想修改武昌的一票否决权,恐怕美国第一个不愿意。 最后日本的行为,我们必须要提高警惕,这个不安分的邻居正统岛历史覆辙。 本集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